继上期讲解完象征血统区的盾牌,我们开始进入外缘部分荣耀区的讲解。 从头开始看最顶上的小狮子和王冠,也就是Crest和Cround的部分。 Crest特质语官,一般指男士文章上的羽毛装饰物,可以参考菲利普亲王的文章。 女王文章最顶上这只小狮子是有些特殊的语官。 语官不仅起着装饰的作用,还象征着佩戴者的地位。 另外,这只小狮子还戴着一顶王冠。 细心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小狮子头上的王冠以及下面的大王冠和左边站立狮子头戴的王冠是一模一样的。 不仅如此,女王文章上这枚王冠可谓是完美地复刻了真实王冠。 首先,女王的众多王冠中,有两顶王冠特别容易产生混淆, 分别为圣爱德华王冠和帝国王冠。 女王文章上的王冠就指的是圣爱德华王冠。 圣爱德华王冠可谓是头顶上的英国血泪史。 它的故事还要从公元11世纪开始说起。 那时的英格兰被丹麦人入侵。 当时统治英格兰的维塞克斯王朝分崩离析, 王室血脉也四处流亡,其中就包括爱德华王子。 在丹麦国王统治英国长达30年后, 爱德华重归故里,复辟了维塞克斯王朝称王加冕, 从此被认为是英格兰的守护象征。 圣爱德华是对爱德华的尊称, 由于他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 因此又被称为忏悔者爱德华。 圣爱德华登基后,命人打造了一枚王冠, 并将其设立为英格兰君主专用的加冕王冠。 从此之后, 这枚王冠就成为不列颠王权和统治权的象征。 以上就是圣爱德华王冠的起源。 后来王冠一代代传下去, 也并非完全顺利, 先是经历了宗教改革时期, 圣爱德华王冠受到了君主的忽视。 17世纪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 这枚象征王权的皇冠直接被革命军拿去融化掉, 用以制造金币。 后来,1660年, 查理二世实现王朝复辟, 他命人重新打造圣爱德华王冠, 用于加冕仪式。 因此, 现存的圣爱德华王冠并非原作, 而是查理二世仿造的。 尽管如此, 后世的不列颠君主仍传承旧制, 将其用作加冕王冠。 如今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她在公众前只戴过一次圣爱德华王冠, 那是在1953年女王的加冕仪式上, 我们与她的再次相逢, 应该是在新一任君主的加冕仪式上。 圣爱德华王冠很重, 由超过2000克的纯金打造而成, 戴着并不舒服。 论奢华, 她不如帝国王冠, 论著名程度, 她不如王妃的珍珠类, 掠夺, 师妾, 缔造, 传承, 圣爱德华王冠和这片英格兰大地 有着相似的经历。 她静静地等着下人君主将她捧起, 头顶的重量也在提醒着君主 肩负其守护这片大地和子民的使命。 至于王冠下方的头盔是典型的荣耀象征, 头盔上的条格或者金属条越多, 象征着荣耀等级也越高。 王室以及上层贵族文章上使用金色银色的头盔, 骑士绅士等只能使用钢铁头盔装饰。 女王文章头盔有六条条格, 属于英国条数最多的级别。 此外, 头盔面朝前方, 象征其权力荣耀的正统性。 头盔左右像孔雀灵一样的装饰品是斗篷, 花纹为白底黑斑的白貂皮和金色布料, 是王室成员专用的斗篷, 象征王室血统。 我们可以看到, 盾牌外圈有个深蓝色的环, 上面还写着金色的字, 这算得上是大英帝国最珍贵的荣耀勋章了, 加德勋章。 加德勋章, 全称为加德至高骑士团勋章, 只有少数人可以拥有, 除英国君主外, 其再世拥有者的数量不得超过25人。 而且, 加德勋章的授予属于皇家事务, 只有君主拥有决定权, 连首相都无权干涉。 加德勋章的设计来自于旧社会的吊袜袋, 就是用来固定长袋的袋子。 传说, 爱德华三世举办宫廷舞会时, 一位女伯爵的吊袋带忽然滑落, 遭到众人的嘲笑。 结果, 爱德华三世把吊袋捡起来绑在自己的腿上, 并说, 心怀邪念者蒙羞, 这就是加德勋章的起源。 圣爱德华三世那句话也被刻在勋章上, 成为荣耀真言。 需要注意的是, 加德勋章仅用于英格兰土地, 在苏格兰地区, 君主使用另一枚计划勋章, 这枚同样尊贵的文章, 我们之后有机会再介绍。 利于盾牌两侧的狮子和独角兽, 被称为护盾者。 首先, 并非人人的文章上都有护盾者, 其次, 不同国家家族的护盾者也不一样。 英国女王这枚文章上的狮子, 后腿直立, 面朝前, 装着雪喷大口, 舌头爪子皆为红色, 尾巴毛分三叉, 是典型的用来象征英格兰王权的雄士。 以上元素, 如果改变其一, 就不是一类狮子了。 比如, 这是一枚英格兰的公爵文章, 右边护盾师的爪子并非红色。 女王文章右边的护盾者是一只白色的独角兽, 象征着对苏格兰的统治权。 西方传说中, 独角兽是一种十分稀有的存在, 在中时期的后期, 尤其受到欧洲人的喜爱。 博物学者曾记载独角兽的捕获方法, 让一个非常纯洁的女孩坐在森林里, 独角兽就会靠近, 浮在女孩的膝头。 这时的独角兽是没有防备的, 很容易被抓获。 独角兽通常被描述成通体白色, 大家很容易被他的外表欺骗, 认为他很温顺。 其实不然, 独角兽很凶猛, 而且不会被人类驯服, 被抓到后必须用链条拴住。 这就像文章上, 左边的狮子没有链条, 而右边独角兽的脖子上挂着一根铁链。 狮子和独角兽脚踩的草地被称为Compartment, 草地上长着三种花朵, 分别为象征着英格兰的都朵玫瑰, 苏格兰的鸡花, 以及北爱尔兰的四叶草。 都朵玫瑰是种白色和红色交叠的玫瑰花, 它的起源来自15世纪著名的英格兰王位之, 争夺战, 史称玫瑰之战。 金雀花王朝有两系分支, 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 两族展开了漫长30年的王位争夺。 兰开家族的族徽是红玫瑰, 约克族徽为白玫瑰, 后来兰开家族的亨利和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联姻, 建立了全新的都朵王朝。 亨利七世将象征二族的红白玫瑰加以结合, 成为都朵王室的新象征, 同时也标志着英格兰由分裂走向统一。 如今, 英国的国花是玫瑰, 都朵玫瑰作为王室的象征, 提醒着后人永远铭记那段血泪史。 文章最下方的真言是一段法文, 意为上帝赐我权利, 而苏格兰文章的真言意为犯我者必受惩。 至此, 这枚文章就大致介绍完毕了, 英国女王的这枚文章就像一盏起名灯, 为我们照亮了文章学的大门。 文章的研究不仅宽泛, 而且富有深度, 之后有机会我们再介绍其他文章。 文章